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分析基于中国在去年夏天进行的长达一个月的导弹发射和海军训练 通过这些演习 日本政府发现中国军队能够在几天内完成从海上空中封锁到地面部队大规模登陆的全过程 这一发现已在今年初向岸田首相汇报 如果中国真的发动对台湾的轻攻 预计将按照封锁海上通道攻击台湾军事设施登陆并建立桥头堡的顺序进行 中国可能还会采用混合战 结合网络攻击来延缓美军的介入 在这种超短期战的情况下 日美等国是否能迅速反应成为关键 日本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在台约两万名日本侨民 以及如何疏散冲绳县和仙岛诸岛的居民 关于日本自卫队 根据2016年实施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政府需要迅速判断是否适用重要影响事态或存立危机事态 这些情况需要国会的事前批准 而在超短期战中 政府面临着紧迫的决策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军事威胁下的台湾 从海上封锁到上路仅需一周 极短期战争的阴影 在去年夏季 中国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这些演习让日本政府对中国军队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根据独卖新闻 报道 日本政府分析后发现 中国军队仅需一周时间便可完成 从海上封锁到地面部队登陆台湾的全过程 这一分析结果在今年年初被报告给日本首相案田文雄 这一发现让日本政府的警惕性大幅提高 因为此前的估计是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演习包括导弹发射和舰艇训练 范围涵盖中国境内及其附近海域 根据政府高官的说法 如果中国军队各部队同时行动 便可在数天内完成对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封锁 并且迅速登陆 这一消息无疑加剧了台湾和其盟国的紧张气氛 特别是在美军可能干预之前 中国有望利用这段时间窗口迅速控制台湾 清台计划的详细步骤 根据分析 中国军队的清台计划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步骤 首先是海军舰艇封锁海上通道 接着是导弹攻击台湾的军事设施 随后利用登陆舰和运输直升机将地面部队投放到台湾 建立桥头堡 最后再通过登陆舰和民间大型货船运送更多的部队和战车 完成大规模进攻 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 中国还可能使用混合战策略 结合武力攻击和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以拖延美军等国的干预 这样的策略不仅能增加作战的复杂性 还能进一步降低台湾和其盟国的反应时间 日本如何应对极短期战争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超短期战争 日本和美国等国能否迅速做出反应将成为关键问题 根据独卖新闻 日本政府需考虑如何保护在台湾的约2万名日本人 并安排冲绳线和仙岛诸岛居民的撤离计划 自卫队的动员也需要仔细考量 根据2016年施行的安全保障相关法 自卫队可以在重要影响事态下提供美国舰船后方支援 或在存立危机事态下行驶限定的集体自卫权 然而 这些行动的实施需要国会的事前批准 在超短期战争情况下 政府需迅速做出决策 各方反应和策略调整 台湾方面也在加强防御准备 以应对可能的中国进攻 台湾国防部不断提升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 旨在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台湾官员表示 已经针对中国可能的混合战策略 进行了多层次的防御布置 包括加强网络安全和关键设施的防护 同时 美国也在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不仅增加了在关岛和冲绳等地的驻军 还经常与日韩等盟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军已经准备好应对可能的危机 并且将持续与盟国保持密切合作 地缘政治的复杂局势 这一系列的军事准备和策略调整 反映了亚太地区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中国的强势崛起和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咄咄逼人态度 使得周边国家和盟国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安全策略 独卖新闻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 中国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不容小觑 这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 特别是台湾与日本地理上的接近 使得台海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安全利益 台海局势的未来展望 未来台海局势仍将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国需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可能的威胁 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反应 并在混合战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优势 将成为决定未来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 总之 中国军队的演习和日本政府的分析结果表明 台湾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方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并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这不仅是对台湾 日本和美国的考验 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应对地缘政治挑战能力的检验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风平浪静的台湾海峡上 突然出现了一群身着橘色工作服的海上英雄 他们不是在拍摄新版 海员 而是来自台湾和日本的海巡队 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联合搜救演习 这场演习的消息一出 顿时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关注 并且在京东方 中国和京板神 日本之间掀起了一阵小风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一场热闹的新闻发布会上 愤怒的挥舞着手中的文件 用如雷贯耳的声音表达了中国对这次演习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警告日本不要扰乱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以及中日关系 也不要纵容或支持台独分子 表面上看 这场演讲似乎来自一部抗日战争电影 但其实这是现实中的外交戏码 台湾的海巡队则在演习结束后低调地表示这只是例行公事 一切都在和平的阳光下进行 事实上 这次演习是台日自2017年签署海上合作备忘录以来 首次公诸于世的合作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也迅速跳出来解释 这次演习完全基于先前的合作协议 而且不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 听起来有点像是邻居家的小孩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把球踢到了你家的窗户上 林方正还补充说 台湾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伙伴 双方共享基本价值观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这句话的背后 无疑是对中日关系的一次不小的挑战 毕竟自从1949年中国内战分裂以来 中国和台湾一直是两个平行世界 而这个平行世界中的每一次互动都能引爆一场外交地震 这场演习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其中东京新闻更是火上浇油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报告 根据日本政府的分析 去年中国解放军的军演显示 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 他们可以在一周内成功登陆 这个消息让不少日本民众不禁到西一口凉气 有人甚至开始预定防空洞了 独卖新闻 旗下的《日本时报》进一步报道 日本政府曾经预估中国解放军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登陆台湾 这一新消息显然让人感到局势更为紧张 随着美军和其他部队可能在这段关键时间内无法迅速反应 中国的计划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行动 这时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朝鲜战争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 让联合国军措手不及 历史再次重演的可能性 无疑让人们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 这场演习和随后的外交风波 似乎只是亚太地区这场大棋局中的一枚小簇 在这个区域 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毕竟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日关系中的核心难题 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我们不禁要问 这场联合搜救演习 究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合作 还是地缘政治的深思熟虑 台湾和日本的合作 会否在未来引发更多的涟漪 甚至是惊涛骇浪 这些问题恐怕只能留待时间来解答 无论如何 这场海上的联合作业 无疑让这个夏天变得更加灿烂多彩 也为亚太地区的未来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次风平浪静的背后 都可能隐藏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既然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军队的超短期战 那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中国军队的迅速行动能力不容小觑 根据日本政府的分析 中国军队在一周内就能完成对台湾的海上封锁 并成功登陆 这意味着台湾的防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夸张了吧 这些分析也只是推测 毕竟实战情况千变万化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有时候看似强大的计划也可能被对手试破 更何况台湾不是孤军奋战 美军的援助可能会迅速到位 让中国的计划落空 琪琪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的战略布局和军事实力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中国对日台的联合海上演习就表示了严重不满 这意味着中国对台湾问题是高度敏感的 而且正在积极准备 在如此高度准备下 美军的援助也未必能够及时到位 天书 你这样看问题太单一了 中国对台湾的情感固然强烈 但不要忘了现实中的台湾也不是纸老虎 根据星周网的报道 日本政府之前的预估是中国需要一个月才能登陆台湾 这个时间差说明了即使中国能在一周内封锁海上 还有很多变数 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即使天赋异禀 取经之路也充满挑战 琪琪 你这样比喻确实很有趣 但我们不能否认 日本政府的最新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军队已有能力在一周内对台湾展开行动 这不仅仅是推测 更是基于去年夏天中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所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军事准备 让我们不得不重视 天书 实弹演习固然重要 但这不代表一切 正如独卖新闻报道所指出的 中国的行动计划也要面对台湾的反击 以及可能的美军介入 这就像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象棋比赛 每一步都充满变数 即使中国军队能在一周内登陆 后续的战争进展还是个未知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choes of our own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It's cold Society years of shame Watching toadesh Food and sweet We'll be there Hood and sweet We'll be there Let's You know N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